汽车呼啸而过的鱼池乡通文巷 是鱼池通往各大小民宿及红茶产区的重要干道 但因水沟阻塞及水沟盖下陷 却造成居民的不便和行车上的危险 新城村长表示 以前的水沟盖和新型的水沟盖在使用上却大小不同 这山是大约六十五山 这山是水沟盖的 我们用水沟盖做的 都薄薄的 车厚的就落下去 所以在这里出现很危险 希望我们的单位来把水沟盖 用较厚的梯子来泡起来 保持船民的安全 新城村村长 沈华丽陈琴先议员谢明某 到通文巷现场来会刊 在会刊中 沈村长逐一向谢明某议员 有关该巷盗的缺失和居民的需求 但会刊后 谢明某议员肯定沈华丽村长的用心 但此路段的水沟疏通和水沟盖的更新 按于年度预算经费上有些困难 只好等明年初的预算 再请县政府到陆养护科安排时间到此来会刊 占量后再以最速建来施设 改进该路段的缺失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是 我们日立洋新城村的通文行 这排水沟整个都打掉去 传入认真了 再安排道路养护科来看 这样我就改刊 等台明年有经费 再来实施了 谢明某议员强调 认真的为地方争取建设 改进缺失的村长 他一定全力以赴来争取经费建设地方 同时 县议员也呼吁行进此路段的用路人 路径通文巷时 要小心慢行 注意行车安全 记者邱平毅 于迟采访报导